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深港融合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为了解罗湖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建设的金融服务需求 在深圳人行的指导下 罗湖区联合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开展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消费与金融服务需求调查 面向港人港企和口岸居民发发问卷余三十万份 收回一万余份 形成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消费与金融服务需求调查报告 根据调查报告 罗湖区与深圳人行反复论证 共同结草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之行 罗湖区人民政府共建深港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 合作备忘录 备忘录攀十一条政策举措 十八项示范内容 涵盖便利居民跨境支付结算 丰富跨境投融资渠道 完善企业跨境金融服务 吸引境外资本投向罗湖 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联通 加强跨境投资宣传教育 构建沟通协调合作机制 做好动态跟踪监测研究四个领域 为深港融合创新发展 提出罗湖之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